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窘图,我是岛主 这几天陆续又接到一些网友的留言及私信 说在上牌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边我也给大家统一做一个文件的分享 因为很多小伙伴上牌的时候 有些当地的车管所可能是以前没有上过这种旅居挂车 没上过这种牌子,他上的时候可能会问一些问题 这里我们也不能说是故意刁难,可能他也是不了解 那这了解的过程可能比较浪费车友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我这边统一做了一个资料分享 那给大家相关文件分享一下 这样大家拿着这个文件去上牌的时候相对要流畅一些 首先我们上牌的时候要准备一个文件 什么文件呢,就是这个文件 好像放出来也不太好 因为红头文件放到视频里面不太好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旅发2016-148号的文件 这个签发部门是一个十一部委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 国家旅游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 十一部委联合发布的旅发2016-148号 对于列入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国产旅居挂车及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进口旅居挂车 应当依法予以办理机动车登记 那大家上牌的时候拿到这个呢相对要比就是有效果一点啊 这个很多我也分享过很多车友 有的时候车友在现场上牌的时候 那就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问我 我就把这个文件分享给他 那他拿去之后也是好用的 包括之前自己上牌的时候也试了一下 这个文件还是比较好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十一部委的联合发文 而且是这个属于是国家都是部委级的对吧 这个层面是比较高的 甚至是就是说在当地呢 他制定一些条条例出来 就是比如说你车在我这上牌 还要经过什么认证 那之前我也把这个文件发给小伙伴了 虽然废了一番周折 那还是顺利上牌了 那这里说呢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十一部委联合发文 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吧 那么我们在上牌的过程中呢 就是在给工作人员解释的时候相对就容易一些 因为相关法国确实可以上牌的 那这里再说一下 我们这个旅居挂车虽然没有发动机 但是在管理范畴里面 它还是属于机动车的 我们上牌之后呢 也会给我们一个机动车行驶证 发动机来会显示无的这样一个行驶证 所以说我们的车还是属于机动车 所以说这一条机动车辆产品公告的应该予以登记的 那我们是完全符合的 就属于旅居挂车 所以说这里跟小伙伴也是分享一下 就是上牌的时候遇到困难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你上牌的时候有些这个工作人员不知道属于哪个类型 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车呢 如果你只要是2.5吨以内的啊 包括长宽高都符合这个轻型旅居挂车的 那你的行驶证上应该写的是轻型中置轴旅居挂车 那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一个行驶证上面的一个名称吧 那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那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法规文件 以及这一份十一部委联合发文的图文版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信公众号小蜗牛载窘图 那里面有法规文件里面的图文版 大家可以那个图文下载打印 到时候放车里一份 上台的时候没准备用的上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在上台当中啊 或者用车当中有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加我微信给我留言啊 我的微信呢就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载窘图里面就我微信的 那给我留言 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的 分享快乐 分享快乐 房车生活 我是岛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